我叫楊景浩,Candy Yang,今年35歲,從香港來 應該是2008年左右,我當時還在打泰拳 我朋友給我看《The Ultimate Fighter》真人秀的東西 我看起來很實況,比泰拳更加接近實戰 經過一場比賽之下,認識了對手原來打MMA 我就透過他,認識了當時我的第一個MMA教練 泰拳很明顯是MMA的其中一部分很重要 但是泰拳本身有很多動作,走位、步伐都未必是最適合打MMA 因為你打泰拳,你不會預期被人捉著腳 突然間你腦裡多了一個很大的困難 會令你泰拳出拳踢腳的時候,你就避忌了很多 但是經過後期慢慢地自己打比賽 得回來的經驗 終於自己可以分析到哪些是應該用多些 哪些是不應該用 哪些適當的時候才會用 這些都是靠自己的經驗學回來的 香港本身的格鬥賽事不太多 所以最好參加獨立的武術 打一下Bboxing,打一下游術 玩一下摔角,打泰拳 即各界都要玩一下 然後才慢慢地統合在一起 感對你的武術根基的構造 其實是穩實很多,逐步逐步來 在演奏,打一下Bake,打到這兩個天 會不會有的 但會不會有的 所以很容易讓大家看見 在演奏,打一下你會不會有的 也會不會有的 你們兩個人 在演奏 什麼人 為什麼 ? 有